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林良快餐 山羊开台类的两约之间 两约之间呢 有一件书就是 马拉基书 你们当纪念 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 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 他的律律典章 看耶和华 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 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 和你,而你的心转向 父亲,免得我来 咒诅遍地 旧约在先知马拉基 说完了上述这段话后 就画上句号结束了 从这段经文中可以得知 摩西是旧约律法的代表 而以利亚呢 是旧约先知的代表 而律法加上先知 就是全本旧约 新约是从耶稣降世为人开始 在旧约与新约之间 相隔有四百年之久 神没有再呼召先知 来传讲信息 也没有拆见天使 来传达神旨 在这期间 犹太社会在各方面的 遭遇和发展 就成为耶稣降世之前的 时代背景 我们若能清楚地知道这些背景 在研读新约圣经时呢 就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我们经从三方面分数如下 首先我们看政治方面 犹太人被堵到巴比伦七十年之后 开始分批返回 波斯帝国善待犹太人 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允许索罗巴伯返回 重建圣殿 主前四百三十二年 允许尼西米返回 重修为墙 希腊帝国呢 也善待犹太人 亚利山大帝 有意将圣经翻成希腊文 但他一年早逝没有完成 他死后呢 帝国分裂 多利买王朝在南就是埃及 西流基王朝在北就是叙利亚 犹太人距离两地之间 多利买王朝善待犹太人 主前两百五十年 希腊文的旧约就完成了 就称为七十四译本 主前一百六十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西流基王朝安提阿古四次呢 在圣殿杀猪亵渎圣城 主前一百六十七年 马加比家族革命成功 主前一百六十五年 十月二十五日修殿完成 但是马加比王朝维持百年后 在主前六十三年 罗马帝国将军庞贝 攻陷了耶路撒冷 犹太人再度了亡国了 罗马帝国将犹太地区交由大西里来统治 这就是为什么西里王要杀耶稣 因从东方来的博士呢 要朝拜那位 升下来做犹太人之王 宗教方面 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 享有高度的自治 所以社会上有两个政党 西里党是保皇党 他们拥护以土马人西里 作为犹太帝的统治者 分队党是革命党 他们反对罗马的统治 以复兴以色列国为业 因为耶稣呢 是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 自然以西里党的利益冲突 而耶稣降世呢 是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最后里救出来 又与分队党的目标不同 耶稣的门徒呢 西门是分队党 雅各和约翰 也成像耶稣要求政治大权 有人见耶稣无贬恶意神迹后 要勇力他作王 那宗教上呢 有两个派别 法利塞人是进前派 他们精通律法 受人尊敬 深得民心 但是自以为意 以教条方式 教导犹太人死守律法 受到耶稣的谴责 撒图该人是新朝派 他们出自祭司家族 有公会支持掌握实权 他们不信父佛 不信天使 利用宗教特权 在圣殿为自己牟利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前后有两次 使用严厉的行动来洁进圣殿 以上是这个单元的内容 愿神赐福你们 不信天使用严厉的行动 不信天使用严厉的行动